官传局每月初刊达12万册的台北话刊 即日起推出APP阅读程式 民众可透过智慧型手机 平板电脑等行动载具 就可立即下载随时阅读 成为畅游台北最佳的行动阅读书籍 我们台北话刊一个月出版12万册 那常常公布应求 那也为了推广数位阅读 所以我们就推出了 在9月的时候我们来推出了 支援iOS跟Android两种系统的APP来供读者下载 从民国57年初刊至今的台北话刊 向来以图文并茂的内容传达北市的各项实用资讯 近来更以刊登生活休闲及观光旅游议题为主 获得读者的喜爱 因此官传局决定推出台北话刊APP阅读程式 服务更多的读者 这一次我们的APP完成之后 我们就将我们96年1月号开始的台北话刊的全文 通通上在这个系统里面 那民众可以从96年1月号开始到现在最新的 都可以随时去下载最新的话刊来阅读 民众可依照个人使用的行动载具作业系统 进入APP Store或是Google Play商店搜寻台北话刊 就可免费下载APP阅读程式 民众可先下载话刊之后 在离线的状态下阅读 中家台北新闻刘德鱼采访报导 中家台北新闻则